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的唐大叔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全新的木马人改款JL这个话题 我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结果随着准备本来已经定稿了 又接着听到不断听到新的消息 从一开始的比较可信靠谱到后来开始歪歪意想天开了 所以今天唐大叔也跟大家划分两头 先把我认为比较可靠的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第一代的 能看到木马人大概什么样子 我感觉这些比较靠谱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的话就是说 也是感觉比较可信 但是如果真的是的话 变化真的蛮有魄力的蛮大的 所以这一部分也跟大家讲 所以划分两头吧两个分别讲 首先咱们来过一过唐大叔说第一部分比较可信的 可能新的JL出来会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跟大家过一过 先从比较可信的渠道得到一个时间表 感觉挺靠谱 应该每次大的发布会 都是喜欢在加州洛杉矶车展 Auto Show的时候去发布一些东西 现在看来Auto Show好像应该在十一二月份 目前看来可能会用其他方式 就是说九月份 今年九月份也就下个月了 就会发布 发布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看到的一些照片都是遮遮挡挡的 发布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视频 线车给大家看长什么样子 然后也会过一过这些变化 会确认这些具体的JL长什么样子 变化有哪些 配置是有什么 这个事情应该就是下个月了 同时木马人一直都是美国生产的 但是因为产能的关系 唐大叔以前可能也提过 还是蛮紧俏的 一个美国生产性要供整个北美 还有一些出口版本 所以换到新的 这个是在DT附近的 叫Tolando Ohio州这边的一个新的工厂 那也是9月15号应该开始生产了 那另外呢 这个就比较聊了很久的 就是吉普皮卡这个问题了 那吉普皮卡的话 现在照片就是这些谍报照片 已经看到很多了 我也感觉肯定会生产 但今年我感觉肯定不会给大家的 这个木马人改款就得了 皮卡应该在18年 那这个按这个时间表的说法 18年9月份 最后一个就是说7月份的时候 他们已经会准备皮卡生产了 希望这样子 唐大叔也在等两三年之后 重新换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大家拍到的照片 在这个新的工厂 这边是新款的JL 那这边是老款的右手边 这个木马人现在的JK 一个吉普下面在新工厂 挺有意思的 那跟大家看看 这个是在 哦还有州对吧 和这个Michigan州 中间差不多工厂在这里 那离底特律好像也挺近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开始了 一一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变化 现在呢 基本上铝合金的车身不一定会全油 但是现在看下来一些部件 那可能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现在车嘛 大家都知道能源越来越紧确 都要想办法更省油 但是呢 省油几种办法 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减提重量 所以呢 铝合金车身不一定全部车身 但是一些核心部件估计会有 那第二个呢 从这张叠照里面 我们看到偷偷看到这个 我们叫roll cage 就是说像那种拉力赛车里面 有这种笼子一样这种东西 车身保护 看来也会有一些变化 那包括这些用的什么材料 会不会是铝合金还是什么 那大家拭目以待吧 其他叠照呢 从这里看就能看到一个灯 一个尾灯 从这个上下比较这个弯的弧度 对 看来这个还是蛮可信的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克莱斯产品 也看到这个东西 或者其他车 就是说Keyline Sentry 直接就手一放 那钥匙就不用去按来按下去 第二的话 到后就有小三角 就是说有盲点监控 那这两个呢 都是升级配置上面 另外的话前一阵子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里面看来也是大改了 那第一呢 可能原来只有6.5寸的小荧幕 现在呢 有8.4寸Uconnect 这个Infotainment 就是娱乐和一些信息系统的 这个8.4寸触屏 那看来可能会有 这是原来的6.4寸对吧 看来还是内饰上面吧 会更舒服一点 当然这个新系统 我已经看到了 从新的指南者上面 什么Google CarPlay 乱七八糟的 这些一些比较电子的东西 娱乐系统都有升级了 加热仪 加热方向盘 加热方向盘原来是没有的 现在看这样子 有希望有了 那这些是内饰上面 那再来就是比较核心的东西 大家非常关心了 现在刚刚也提到节能的这个东西 也就几种方法 第一种 那就减轻一点 让车轻一点 第二种就是柴油 柴油当然我们都很喜欢 因为越野的话 马力用不太上 你急速对我们没关系 我们主要是扭力 3.0升的Eco Diesel 这个是最最歪歪的引擎 大家非常歪歪的 这个图上面的话 就是吉普有个3.0的 Eco Diesel的柴油引擎 如果这种这个就不错了 那原来是240的马力 和这个420的扭力的这么一个引擎 那皮卡上都在用 所以真有这个是唐大树最我爱我爱的 特别是配了这个吉普皮卡 也就是为什么唐大树箱 两三年之后换 我真有这个组合 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另外变速箱呢 感觉就可能不再用这个 五速变速的这个自动变速箱了 可能会变成八速 这个技术也非常成熟了 从吉普其他车型 指南者 自由光 一直到皮卡 一直到其他车型 挑战者什么都在用这个 非常成熟了 那手动肯定会保留的 我觉得 因为木马人可能是唯一的车型 这个手动自动卖的一半一半吧 应该还会保留的 所以会有这么个变化 另外这个皮卡了 皮卡大家看了很多图了 第一次出现的 15年的 那接下来不断看到消息 对吧 包括这种已经现货的 遮遮掩掩掩 这种皮卡开的都看到了 所以感觉还是非常靠谱的 那下面这几个都是一些构想图 那这台绿色的呢 就是当时出来的那个 如果真长这样子 我觉得喜欢吉普的人 又喜欢皮卡的人 而且是四门的 当然 现在克莱斯的产品线上 没有小皮卡了 已经 原来有一款 现在没有了 只有这个半吨皮卡 两门的那种 但是 试用面小点 如果四门这种小皮卡 又是吉普 木马人的这种越野能力 那应该是非常过瘾了 对吧 所以那这些呢 那就是一些比较靠谱的 那看来是内饰 外饰都有变化 内饰的话会舒适度 各方面配置会好很多 当然还保持着吉普的性能 然后一系列的引擎 看看吧 保留原来V6 这个Panda Star 306引擎 同时是不是推出一个两升的 这个Turbo的 Hurriking应该是这个引擎 那再来的话就是Eagle Diesel 如果这有更多的引擎选项呢 比起现在的单一呢 可能适合更多人 那么我觉得那个汽油引擎也不错 如果Turbo给城市开的那种 或者清雨也不错 Eagle Diesel当然是最歪歪的 所以以上呢 就是这些第一部分的 这个最后一期了 马上就知道了 是真是假了 好的 接下来呢 咱们看看这个妙想天开的一部分吧 唐犯人厘房 就是一个是真的 我从来也是很多人 是真的 这厘房的 所以这些人 我们家里面的人 还不错 呸 然后 我供的 我的 是真的 先用 每次 是真的